如果煮飯還有什麼事情 讓我們大家悲聊 剛剛好啦 我來 粉紅色的衣服 怎麼了 我沒有給你買綠帽戴就不錯了 好可惜 Michael 好狠喔 為什麼要給他戴綠帽 Michael你要小心點喔 Michael 因為男生就會這樣 每次包裹一件 一件一件一件寄來家裡 他就會問說這什麼 然後我就會說這我的什麼 或者這是小孩的什麼 他就會說那怎麼都沒有我的 你自己衣服買那麼多 這是什麼 又是小孩的 就會這樣子 然後這多少錢 就會再問他就說 那為什麼都沒有他的 那他就自己 本來我就想說 他自己負責就好啦 後來他就跟我說 我台灣真的買不到衣服 我比較高 都沒有我的尺寸 然後都出得不好看 那種體育用品店的 就很單調 很無聊 那我就覺得好了 那這種要有一點設計感 要看起來好看 走出去有風的 那就真的是要老婆來幫你挑了 當然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幫他買了 我選了很多很多 潮牌的聯名款 哇塞 你好用的 花很多錢 有很多錢 對啊 一件三四千 五千以上 對啊 然後我就幫他就好了 一箱一箱寄來 打開以後 我老公說 有 這誰的衣服 我說 我買給你穿的 好感動喔 我跟你講有彩色的 還有藝術家的插畫款喔 那個很貴 插畫款 我老公就說 為什麼看起來 跟我看到299的也差不多 講這種話 他說 就講這種話 他說你花這個錢 其實跟我看到的299差不多 會不會講那個意思 真的 怎麼可能 那你自己有看到 你幹嘛不自己買啊 然後我就說拜託 你這穿出去 走路有風車很帥好不好 明眼人 只要有在研究的 對啊 299的質感 跟你買的質感 怎麼可能會一樣 後來幾次我發覺 他有些衣服根本 牌子都沒有拆 他拆了穿那一兩件出去以後 他後來又穿回他自己的衣服 我說為什麼平常不能穿 他說我上次只穿了那一件 粉紅色的出去 他說我去跟我兄弟聚會 我兄弟抬頭看到我就說 你是誰 你是Michael嗎 怎麼穿這種顏色的衣服 他說這是什麼卡通 他說你怎麼會穿 卡通人物的衣服出來 對啊 多害羞 他們就說 他說你讓我覺得我很丟臉 他說這個衣服根本就不是我 他講這種這麼嫌棄的話 對 他說因為這個衣服 根本就不是我 然後後來他有一次就在 他那個深層的含義是說 我們都結婚這麼多年了 你還不了解我 你還給我穿上這種衣服 害我出去蒙羞 因為我本身就是這樣子 蒙羞嗎 拜託 那只要懂的人 看了就只 我覺得親子之間 如果你做一些努力 然後不希望好像孩子 或是父母覺得你做白宮 這也是要靠一點智慧 對不對 浩瑞會有這樣子的經驗 跟什麼東西 把老娘當提款機 還給我每天大吵大鬧 讓我做白宮 可以嗎 我覺得你為什麼 跟那個東西很適合 是嗎 就很適合 跟我們在一起 這個東西感覺就是你 你會隨身帶走 我提供的 我提供的 我竟然控訴的就是 我家的小孩子 兩個小孩子真的是 把我快煩死 就是念書的事情 先是一個哥哥 哥哥生出來的時候 我想說我要給他 最好的教育 家裡的環境還可以 我就要給他念這種 私立學校 貴族學校 然後什麼蒙特索立的 哪裡的 然後去報名 好用心喔 對 然後我就想 你私立學校還擠不進去 還要什麼好幾個階段 先是面試小孩 再來父母面談 再來抽籤什麼的 好不容易把哥哥 弄進去了一個 私立的學校 非常的貴 哥哥念了一念 每天晚上做噩夢 說壓力很大 又要學數學 又要學 因為私立學校本來 課程就會很豐富 很緊湊 然後就說 不要 好每天 每天哭 給我鬧 說他不要上學 每天在車子裡面 你從車子這邊的門開 他就縮縮縮縮縮到 另外一個車子的門那邊 從那邊開 他又這樣子說 每天給你搞在學校前面 搞了大概一個小時這樣 然後我想說好不行 那就把他調到 比較寬鬆的公立學校好了 然後公立學校調過去以後 哇 他果然念得非常開心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好啊 老娘前面弄得這樣子 那麼久啊 幫你找來找去 我們不只去看一家學校 好多家 想說好啊 那你最後就是念 家裡旁邊走路兩分鐘的公立 最開心 原來他要的就只是這個 對 那是怎麼樣 好 沒有關係 第二胎有美眉了 對不對 我跟你講 我就是學聰明了 哥哥念公立 就是念得這麼開心 就二話不說 就是給他送公立就對了 學乖了 好 然後 美眉抽了第一年沒抽中 好 抽了第二年 後補好不容易 謙拜託 換拜託 後補有人放棄 老師趕快打電話通知 後補上了公立就在家旁邊 跟哥哥同一個學校 年年 美眉一去念 我就想說 太棒了 又跟哥哥一起 又是公立最開心的 就透懂了 結果美眉去念了一個禮拜 每天就說 好無聊 我要跳舞的 我要學英文的 每天都畫畫 不要 老師 你不是要跟哥哥一起嗎 我不要 哥哥不在我的教室 廢話 因為哥哥在二年級 然後妹妹是幼稚園 哥哥不在什麼的 然後他說好無聊 不想上 不給我去學校 每天哭 然後我送他到學校 這個不要公立的 不要 然後送他到學校門口 抱住我 然後想說 那怎麼辦 那照他這樣講 他是不是又要學英文 又要學跳舞 那是不是應該去 報名私立的念看看 最後下學期 插班進到私立學校 我女兒開心得要命 我真的不知道媽媽 到底為了這些孩子 到底在白做工什麼東西 而且妳之前問他都沒用 那個真的就是他要去了 你才會知道OK 然後你循著第一個老大的步伐 然後去給老二安排 沒辦法 不適合 不適合 沒有用 來 針對皓如 這個是很多家長心裡面 對啊 滿苦惱的 滿苦惱的事情 很多父母會想說要公平 所以就要讓小孩都得到一樣的待遇這樣子 但是其實有時候 反而父母因為這樣的好心 會讓自己弄得很累 那我的建議是 就是在給小孩選擇之前 我們父母一定會對小孩有一些了解 那在了解之前 其實可以跟小孩子說 就是跟他們說 你的個性是這樣子 那爸爸媽媽跟你們講 比如公立跟私立的選擇是這樣 那讓他們自己選擇 我還是 我自己還是鼓勵說 要讓小孩學會負責任 就讓他知道說 爸爸媽媽已經有這兩個選擇 那這個是比較好玩的 那這可能會比較無聊或什麼 讓他知道他的個性怎麼樣 那當然父母心裡一定會有個底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小孩就 小孩去選擇之後 那就會 他就會接受他自己的後果這樣 對啦 跟小孩也是一樣 就是要說清楚講明百塊 那不曉得其他人是不是 還有沒有遇到什麼就是很瞎 讓你覺得好像 你白費了一番功夫的事情 而且我除了家庭之外 我在朋友之間 我也常常是做一種 白做工一個白癡的角色 我常常幫朋友兩肋插刀 我們全家大小出動幫他 我朋友創業 然後他跟我講說他很辛苦 然後他不懂得怎麼行銷 然後我們身為演藝人員 我們這些比較懂 然後我以前當記者 他請我幫他寫公關稿 然後發記者發媒體的那個新聞稿 然後又問說 奇怪他那個網路上面 要怎麼樣下那個廣告流量 才比較OK 我說這我老公很懂 我叫我老公來跟你開會 我跟我老公去跟他們全部的 去他員工還有他 開過好幾次會 他說母親節活動 我的品牌不知道怎麼樣 我說 我找我媽媽 去跟你做直播 全家談一張 沒有氣耶 然後要不要插股 你怎麼會插股 你們會被我操心 然後他說浩如我沒有錢 我沒有錢付你 我在炒創 我自己都每次都在賠本做 我說沒關係 就這樣 然後後來 我在抱怨是 然後後來在櫃點上面 以及請的代言人 花了幾十萬找我們的藝人 那些人都不是我 我被撇得一乾二淨 一乾要分辨的 我還有 對 我還有問他說 我還有問他說 那你現在做的生意比較大了 那如果你可以找我業配 我說我可以算你 他就說 他就說沒關係 然後找別人 別的藝人 而且那藝人是很貴的 那妳有跟他質疑過這個事嗎 我沒有名 我朋友都有 我另外的朋友都有跟我說 我覺得妳要跟他名獎 妳寫個卡片給他 妳就說我覺得我好像 拜登 他就問妳為什麼 做白宮 白宮風雨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講 我就漸漸的自己飛奧這樣子 這種真的我們常常 不管男生女生 常常都有一些 做白宮的一些狀況 所以我們做人 當然做人是最難 但做人有的時候要很熱情 然後要朝自己的想像 去完成一件事情 但有的時候也要懂得刹車 沒錯 當然 尤其夫妻相處 那個老婆經常抱怨說 搞了半天 她老公不領情 有時候不只不領情 這根本看不懂她在幹嘛 真的 就像李懿她男朋友看不懂 她那個人體壽司 是什麼意思 對 看不懂 所以應該是這樣的 彼此要有默契 這是我意思說 也不要做那種太過驚嚇的事情 有時候事前有一點暗示 或者告訴她說 讓她理解 妳為什麼要怎麼做 對 我覺得我們都 不太至高奮勇地去幫 我們認為她喜歡 我們就做 我們認為我們在幫他們 我們就做 做太多了 對 女生愛驚喜 可是男生真的通常 尤其到那個 差不多30歲以後 對 就希望生活平淡一點 對 你就說50歲吧 你要說你自己吧 好了 不管祝福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